我們參選人也出席了 也關心大家的意見 那我們幾位 陳昭豪 參選人也在現場 那我們剛剛講的長庚 已經幾個里的里長 全部都出席 我們真的是感謝各位鄉親 包括里長 以所有的議員 委員都出席了 我們真的感謝大家 對這個案子的一個關心 再來我們就是意見交流的時間 那從剛才的簡報大家可以了解 102年 行政河地交給我們的版本 我們看到交通影響的分析各方面來講 智慧有一定的影響 尤其是對交通的服務水準 那更況 當初為什麼 中央河地的交通服務水準會影響呢 因為當初的 這個輕軌的那個入網的一個研究 綜合規劃 可行研究的時候 他沒有考慮到淡江大橋的一個通車 所以我們剛才有一個目標 就是說淡江大橋如果有通車 即便輕軌不進老街的話 其實整個這邊的交通服務水準 會帶來人潮 是會有影響的 會變成到大概西級 第一級 一級 一級 那我們透過中央核定給我兩個 如果我互相沒有考慮的話 他的交通的服務水準會到F型 那我們透過我們剛才講的 新北市接手 我們除了第三線第一級 第三線做完南海的第一級 我們說到宜人碼頭現在正在做之外 我們也研究這個路線 我們把它做一個調整 就是所謂的 B級跟C級路線的一些調整以後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將中的服務水準影響 其實已經跟目標的沒有輕軌的 服務水準影響已經很接近了 第一級 還有第一級 大概都是跟原來目標沒有輕微的影響 那我們除了這個改變之外 我們這次的規劃 在這個之間 除了上禮拜的一個說明會 之前我們也去各族一人去拜訪里長 議員等等 聽其地方的不同的聲音 都能有意見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報告的 跟上禮拜也有差別 上禮拜的跟中央核定也有進化 也有修訂 那今天報告的一個重點 尤其是老街 大家今天這邊都關心老街 關心中山路人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 我的老街的規劃一個原則 現在是說 有輕軌過去跟沒有輕軌過去 輕軌車子沒有來以前 你現在看到的老街羊毛都是一樣的 人行到三公尺就是三公尺 車道總共是六公尺 兩邊人行到各三公尺 當夜停 當邊 摩車 雙夜停 路外邊的摩車 也是一樣 摩車我也沒有變 所以只有行軌的車子過去的時候 我那個軌道是砍入死的 那輕軌車子過去以後 輕軌的前後 摩車 汽車 腳車都可以騎 所以我們剛才 在中部會開始前 我們就放了我剛才開場演講 國外的案例 國外的古城 伊斯坦堡的那個古城案例 那個荷蘭的案例 那個案例 都是類似這樣子 然後像我自己也有到過 那個賀辛基 本來賀辛基 賀辛基整個都是古老的建築物 整個世紀裡面你看不到高價 可是他就是輕軌 他輕軌 你平常車子沒有過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古城 他只有砍入死的 車子 腳踏車子 人都可以走 那車子來的時候 人閃一下 車子閃一下 所以我們剛才影片有一個案例 人在前面走 噹噹噹噹噹噹 那是一個那個土耳鐵 一起斷 噹噹噹噹噹 請人閃一下 有的車子都快到了 人才閃一下 再是在老街區 速度會放慢 配合人 車來行走 車子過去以後 沿來的狀況 跟現在的老街 沒有兩樣 沿來三米的 來行走 還是三米的車 這個就是我們從102年 行政人的街的版本 我們再修正 到最近的說明會 聽不聽 議長 各位議員的意見以後 我們調整修正的版本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 不會影響到老街的線量發展 我們只會帶來更大的反應 尤其是 113年 單家大橋要公正 整個交通運輸的行為會改變 整個人潮帶來會更多 我們要再創 淡水的一個新的黃金時代 我們希望青鬼是新的黃金時代 以後大家來淡水 不是只有看那個西洋 看街景 還要跟青鬼來的時候照一下 照一下 我們在那個平起也是一樣 大家放天 放一放 欸 車子來了 大家有的人還要跟投車照一下 那這個以後就是淡水的 新的一個時代的一個景象 那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那當然我們也是這個過程 也是希望多聽聽 大家的鄉親的意見 好不好 那底下我們開始請鄉親提問 那提問的顏值 因為今天鄉親來得非常有業 我們原則上 一輪五位鄉親來提問 那因為人很多 所以每一位鄉親提問 原則我們限時兩分鐘 兩分鐘到我們按鈴 好不好 那這樣大家都有 那個發言機有一輪到五分鐘 那個五個人 那每個人限時兩分鐘 那大概十分鐘 然後一輪完畢以後 然後我們有我們市府 還有我們的那個顧問團隊 這邊來做個答覆 答覆完畢以後 我們再繼續下一輪 那第二輪也是五位 然後每一輪 原則上是還沒有發言過的人 有那個前面幾輪 就是還沒有發言過的人 那如果你有發言過 要再做第二次發言的話 只等有發言過的 都沒有了以後 有從不答應的 我們再點 好不好 那原則上是兩輪後 兩輪 十個人以後 然後 然後我們市府 解答兩輪以後 我們再請我們的委員跟議員 這邊來跟我們相關的意見 給我們提問 所以等於是兩輪 十分鐘 十分鐘 然後我們解答 可能各十分鐘 加四十分鐘 然後再來那個議員 委員的一個提問 然後我們再最後解答 那大概基本上 這樣子就是大概會 一個小時 一個時間 那如果還來不及提問 或者有第二次的意見 我們等一下看時間 會盡量讓大家發言 那如果來不及的 大家可以寫意見書給我們 好不好 那這個是我們底下 開始發言 那底下發言的時候 也麻煩一下 開始發言的時候 提示一下您的大名 讓我們好記錄 好不好 那就開始 我們市府就開始 來請相親來提問 好 我們 中間這邊相親 這個是 主持人好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淡海輕軌 藍海二期 是不是已經通過環評了 好 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現在 這個進入老街 就是民眾不大歡迎的話 那我們就停止了 將來這個 如果說過了幾年 我們在這個老街商圈沒落了 我們又要想要這個淡海二期要來做了 這個怎麼辦 因為現在有聽到很多就是 好像不是很歡迎這個輕軌進入老街 再來 就是說 如果說 這個輕軌只坐到魚人碼頭 那這個二期不坐 是不是會影響老街將來的發展 就是說 如果以這樣來判斷的話 這個人潮會從紅樹林搭綠三線 到魚人碼頭到淡江大橋 那這一段 是不是 這個 人潮就不會進來 以上 你好 我姓張 好 謝謝段 張先生 在我們淡北道路的工廳會 跟那個大概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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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年以前是新公處處長 所以這邊的運動中心 學校 還有淡北道路 這些大概都是我以前在新公處 公務局的時代 都有推動 那我搭我之前是在台北捷運機 所以淡水的捷運 這 早期的那個高音量捷運 我都有參與 所以張先生 那以前我們在淡北道路的時候 也跟我們一起合作 我們希望今年淡北道路能夠順利 通過環境 底下的問題我們會做一個解答 來 第二位 你好 我是菲斯美醫美診所 張醫師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 設計的生活 不要從我們淡水捷運站的時候 做小型的捷運公車 一直到建設街 然後這樣子的話 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 遊客可以選擇 我要步行到輕軌 或是坐捷運車 這樣對老街跟中山路 店面才有好處 我們可以一路逛到捷運站 這是第一點 然後接駁車可以用很友善的速度開 也就是說 客人可以隨時跳上那個接駁車 可以把接駁車做得好看一點 而且有友善的速度 這樣子的話 就不用擔心 所有居民的反對 因為我想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我想中山路 的店面應該很不歡迎 因為你路這樣修理過 那整個店面就bypass過 根本就不好 那老街我想反對的聲浪會更大 如果能夠這樣走的話 是不是對兩條路 多的店面 大家都會很歡迎 同時對捷運的施工 也大大的節省 非常多的經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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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高院士的意見 那 那 再來我們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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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路過太多 行走在這個車道的時候 因為汽車跟機車有時候卸貨都相當的困難 常常會有阻塞的狀況 第三是中正路斷水島街 是以古文化的石板布設的友善道路 是國內外遊客到斷水島街 會有非常好的感受的一條友善街道 那麼這條街道如果是因為淡水島那個我們經過經過 那這個山西古籍之前的穿透式設計 就會讓本路段的觀音 媽祖拜觀音的神奇傳說 就因此破滅掉 第四 中正路淡水島街兩側商店林立 每天固定會有帶輛車 大貨車的進出 因為路面 比較小小 所以說在卸貨的時候常常會因為影響到正常 通車的情形發生 因此不宜讓輕軌進入 第五 中正路淡水老街兩側房屋 年齡 均在50年以上 在80年代有淡水老街改建之後 但是他是前段 我們的住民修理 這麼後面 五十米以上七十米老廚 經不起 我們的輕軌進入的震動 不僅是軌跡會影響 我們的廚買運用 會規律等等 會影響住家的安全 因為我們的輕軌 離我們的房子太均 太均 不是說 像我們看到那個 路面是 二十米 還是二十多米 這種就不一樣 那麼第七 我們的輕軌進入中正路 扶幽宮前 設立月台 年輕道 必須提升 30公分以上 變成大家 老街年輕道的路主 會變成 人關起來 所以說 這條規律 不是友善的 人數不到 那麼第八 淡水 金色水岸 原區到海關碼頭 是專購 最新水自然景觀的 健康步道 也是旅遊淡水主要的賣點 如果你直接從 捷運站銜接到 魚的碼頭 那麼 台灣最漂亮的八大盛景 之一的淡水河 將不會 傳遞給國際人 的 來當地觀光的 這個景色 上次的我們推廣 我們的 冬水河 美麗 種類的 經濟 讓外國人來影響 讓國人來影響 上次的 淡水 賣點 第九 等來輕軌 南海縣 進入本路段 因為路過不夠了 你規劃將淡水老街 兩車的三米人情道 原本 後來又修正了 像我跟我們的 工程局有參考 你要 將三米零零度 改做兩米零零度 這個 就是有涉嫌到 侵犯行人權利 所以說兩米的道路 零零道路 三米零道路改做兩米 就是侵犯人權 我覺得這是 倒退本末導致 這個做法 這是非常不穩 那第十 就是中間我 冬水老街 禁止大雲 客車進去 已經 兩天 我們的客車 就不能進去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路邊的停車 跟路過不夠 因此 大客車是 禁止 進去 冬水老街 我們冬水老街 尤其那麼多 尤其是 尤其是 救護 救我們的車廠 經常因為 這套的人 會 有奮鬥 剛才撈到 經常去救護 所以說你 救護車 你去的孫子 這是不管是天 有的 等到六月 那麼 救護車 現在救護車 你 當當車又進來 到底是 誰要先走 這個常常都會造成 淡水老街 非常大的困難 從以上十項 作為我們 金匯 金匯公文局 作為參考 以上報告 謝謝 喔 喔 喔 對啦 老街的文盾 太厲害了 所以我們特別 禮長多講一點 我們來介紹禮長 應該至少不只代表 一個人兩人是代表 一個人的 行程 所以我們特別讓禮長 多講一點 好 那這個已經是三位 禮長應該算兩位 十項 應該不止兩位 禮長應該算好幾位 好 那我們是不是再來 那個 紅色衣服的 那好 那邊 最住的這邊 這也是我們 文史的 老朋友 吉隆大老師 吉老師 所姓祭 紀念的祭 那個頭剛才的簡報 有我們中間 有一個 日間和夜間 規劃 去投影變形出來 你投影變形出來 我們開始計時了 因為那個 日間跟 夜間的那個 電車 在旁邊 對對對 這張 我們看 倒秋冰這張 你這個電車 旁邊那個就是 我們的麻祖鏡 我們當初的麻祖鏡 你電車是 為晚上 開尾我們的捷運站 你這張 上邊 為捷運站 塞渡過來了 你捷運局 這張就有確認一下 到底這是怎麼做 對 你這張車是為晚上 整台去 這個送命 這頭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 衛生所 衛生所 中山有一個天橋 文化大樓 我們外面吃 文化樓 這裡也有一個天橋 請到 請你率明 這個天橋 對 天橋的底部 跟我們路面的高度 這兩者 天橋高度多少 這是第二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這個清潰 跟我們這個天橋 交叉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的 法律 還是規範 是怎樣 內容是怎樣 內容是怎樣 這是第三問題 第四個問題 就是說 中山路跟文化樓 這個地方 你們這個清潰 這個電線 電線 你們的鋪色情形 跟我們天橋 這是怎樣 第四個問題 就是這樣 第一個是說 你這個地方 第二個是說 我們天橋的管道 請你率明 第三個是說 這個規定 關於天橋跟這個 捷運線 互動的時候 規範是什麼 第四個就是說 你們這個地方 那個電線 電線 你們的配置 管道重重 跟這個天橋的 直接是怎樣 都會有四個問題 好謝謝 來謝謝 請問 謝謝問你們 好 底下我們那個 團隊會來大部 好 來 我們 那你 好來 那你 歹歹歹歹 歹歹歹我 歹歹歹 剛才聽起來 是很爽快 老拜美景很大 但我有看到一篇 報告 就是說 時間幾天 大概要三年至四年的 中正有12米 大家想看 現實的零零度 是三米三米 是六米 他現在為五米才穿五十千 歹歹歹歹歹 他做的嘛 這三十七年 沒辦法生我 想改善才沒說什麼 英雄 歹歹歹歹歹 實體對實體 我感覺說 做這個 應該是 比較好不比較壞 但是問題是 做了之後 這三年 以後就要重新開 沒人 人家了 他穿五十千而已 沒有人家了 年齡 靠去穿五十千 十二米靠六米 齊不穿六米 他又為五米 只穿一米 這平齊不穿五十千 五十千而已 一個人的肩 歹歹要騎 不用騎 所以 我覺得這點 跟我們說明節 我們再來說 三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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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五位 其中兩位里長 大概在第一輪發言完畢 再來我們就請我們的團隊來做 剛才提問的說明 那這樣子我先 針對第一個問題 張先生提的先做一個簡單說明 其他我請團隊的 第一個環評是不是過 剛剛講的我們整個淡海經軌 第一期第二期韓地三線 南海線是在102年 核定交給新北市的時候 這個環評就是過的 那如果 今天有任何的調整 就剛才講的 如果真的有阻力不進老街 老街階段的砍掉或者 改線改那個河邊 等等那就牽涉到 原來中央核定的路線 可惜也研究中規報告的 一個核定的修改 那時候就有可能要再重做 就是環評 環差 規要報告要重做 那規要報告 環差 培育讀期計畫的程序 要重新再來 再重新一來 這個期間呢 就是剛才講的 現在的環評是過的 如果要改的話才有牽涉到環評 要不要做 然後如果是 有做這樣子調整的話 比方說只做到一個碼頭 或者做到哪裡的話 有反對的話 那這個計畫重新調 或不做能不能砍掉 以後想再做的話 剛才那些成績下來 至少 我們在其他的縣 有的要到 甚至要牽涉到 都市交變革跟用地徵收的話 要到七年到七年半 如果沒有牽涉到用地徵收 或沒有大方的都市交變革 會過五年 可是至少 如果也是牽涉到 都市交變革跟用地徵收的話 七年半 跑不掉了 那七年半 這個過程中 旁邊會不會過 中央會不會再合避給你 會不會再給錢 連這三個不太可能 所以 你如果現在沒有做 以後可能 走過去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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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回答第一個問題 老闆那裡 那裡老闆都說 剛才其他問題 我們會請團隊做 陸續一個答覆 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 規劃中心團隊 針對剛才的 其他問題 陸續答覆 如果有組的 我們再做一個補充 好 那有關 第二個 張先生他提到的 我們這個老街 其實有 會可以 可能也可以做一個 小街國線啊 然後用戰術 跳上跳下的 那確實這種 比較輕的 像跳上跳下 這個在 舊金山的 當當車有這樣 不過 畢竟 民眾來說 跳上跳下都有風險 這個目前在台灣 還沒有這種 可以隨時跳上跳下的 這個系統 那至於 街國的話 在輕軌 沒有進來前 當然 公車啊 不管是仙島 或者既有的這些 公車街國服務 都還是會做 但是原則上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 巴黎輕軌 以及整個 整個 讓海輕軌 完整的線 所以希望說 最好還是 原本的規劃 行政院規劃 還是希望是一個 一車到底 能夠跟巴黎 共同串接的 方式來做規劃 那 有關 林安提長 提到的就是 石板路 只剩下兩米 但是我們上個禮拜 確實是 沒有考慮到 比較清楚地方的需求 那我們這個部分 也經過檢討 以後也有調整為三米 那在救護車的 通行的方面 實際上 我們原則上 輕軌是一個 比較彈性的東西 它其實列車的司機員 有自己的 剛剛我們在影片上 也有看到在 阿姆斯坦有一個狀況 就是 輕軌後面有救護車 輕軌聽到救護車以後 當 因為阿姆斯坦 我們左轉超車道 所以輕軌反而是 停在路上 讓救護車逆向超車 那我們這裡的話 實際上 輕軌也在操作上 其實可以選擇停站 就是 後面有救護車的聲音 我們在服右宮的時候 也可以就是趕快 去續行通過 然後到達 比較開闊的 往那個老街廣場這邊 讓輕軌 所以這個操作上面 都還是可以 比較彈性的 那 在剛剛 有第三位 那個民眾提到 有關 輕軌走在 在天橋的靜高這些東西 實際上 為什麼輕軌 是在歐洲城市 普遍採用的一個系統 就是 輕軌它本身 它是一個比 市區車輛還要矮的 一個構造 它高是因為 它有一個電車線 舉起來 頂著 頂著那個極電工 但是在 人心道的部分的話 原則上我們會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走了 人心道不調整 我們電線從人心道下 過 那如果需要調整的話 其實人心道的 那個調整也會 納在這個案子裡面的廢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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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話 就針對老街的事工 來做個說明 那剛才簡報裡面 有提到說 在事工裡面的話 因為我們老街 全部是一公里 那我們大概就是說 分做兩個大的階段 因為在老街裡面 剛才有簡報裡面提到說 其實我們要處理這個 輕軌的話 我們輕軌大概 要處理它的地下的軌床 就是深度大概一公尺左右 那 我們就是要把這一公尺裡面的這些管線 把它進空 那我們才有辦法把我們的軌床 軌道把它埋進去 那當然 這些管線的話 因為在淡水地區 我們只有 老街跟中山路這兩條 那 這邊都是我們 密集的那個精華商業區 那 所有民生的管線 都集中在這兩條上面 所以 這個其實 不管做什麼工程 所有的工程都要 我們要進場 我們就要先處理管線 那 所以嚴格講起來 其實 不太能夠說管線是輕軌的 過在這個身上 有點說不太公平 那當然 針對這一點的話 檢舉有想盡辦法 就是說 一開始的話 我們就是說 來協商這些管線單位 那我們管線單位的話 跟我們做的關係就是 家裡的電力 跟電信 中華電信 還有自來水 還有 污水這些 排水這些 那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這些管線 他們單位都不同 在這公司 台電 中華電信等等 那一開始的話 就是要來整合這些單位 然後大家就是 就是談好說 我們一次進場 那 我們也就是說 分這一個 也是要分階段分區 把這個管線處理掉 那但是在管線做的時候 可能因為管線它埋設 它不用到那麼寬 不用到像我們輕軌說 我們怎麼樣 那可能就是說 我要買管線 我就針對這個 這個部分去買 那買管線工程的話 我們大家平常也看得到 比如我們家前面 有買什麼自來水 還有台電 到時候 他這個一年裡面 前起一年 就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把我們輕軌的這個 囊帶 大概三四米的這個輕軌 的範圍 深多米把它輕開來 那我們的鬼床會進去做 那再來講到說 主題 剛才有提到說 我們現在的話 整個三四年怎麼辦 那前起的話 我們就分說 老街先做 假設說老街先做 中山路就慢做 第二街道案做 那我們現在公 整個公起的話 大概就是 大概明年度到 113年 這個三四年的時間 那我們把它切做這兩部分 一邊先做 假設先做老街 那中山路就先不要做 等老街做完 我們再處理中山路 那老街這邊處理的話 假如說 第一年的話 就是說 十二個月我們來處理管線 那管線處理完的話 我們要買鬼床 鬼床這時候我們就是說 分做幾個施工區 針對老街這邊的話 我們把它分做兩個大區 那大區裡面再分 以建設間圓管切開 在前面跟後面分做兩個工區 兩工區的話大概就是200公尺 那這時候做鬼床的話 我們也提到說 我們就單純的做鬼床 並且導入那個 預住的這些構建 因為我們鬼床盡量用 在外面的工廠先做好 掉進來 那這樣的時間的話 大概就是 直接影響就是會 大概會有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的時間 這個是 就是說對這個200公尺這個商家 是一個直接的一個影響 那在200公尺以外的話 其實你沒有為理 就跟現在是差不多一樣 因為沒有為理加一勺米 那他就等於說是200公尺 移動移動移動 那整個就是大 等於說在這個差不多是半年的時間 把這個整個老階段的鬼床把它撥起來 大概這個情形 那再提到說 剛剛也提到說 在中山路有兩個路橋 那這個路橋的話 在馬街街這裡的話 就是一個馬街路橋 那在前面的話 大概就是一興路橋 那馬街路橋跟一興路橋的話 我們大概去量它的高度 一般的話就是說 應該說我們輕軌的架空線 就在中山路走那個電力線 那電力線高度的話大概是 離地面上去 大概4米2到5公尺之間 那我們去量這個 這一個天橋的底部到道路的話 大概都有到5公尺2、5公尺3以上 最低點大概都會有5公尺2 所以講起來的話 老街這一個 也就是說天橋這個高度 以後我們這邊的電力線過去 是沒有那個衝突的情形 那另外的話 我們最近就是好像有就是說 因為這個還不是很確認 就是說 公所這邊好像是要把馬街路橋給拆掉 因為它好像有一些 結構安全牢舊的問題 那未來 這個一興路橋好像 對不對 因為只是我個人 就是說 四下格子 好像一興路橋 到 就之後好像也被拆除 那 當然如果說都拆除的話 對我們的中山路的那個 輕軌的電力線是 根本都是沒有影響 那這以上就是說 針對老街的施工跟那個 天橋最有所謂的問題 那另外的話 那你講提到說 針對施工的範圍的話 旁邊只剩下一米的這個問題 應該說 在老在老階段的話 我們圍裡是圍200公尺 那在200公尺這個範圍的兩邊 就簡報上面提到說 就是旁邊還有3米的通道 那在這個200公尺以外的 這個路段的話 其實就是沒有為理 我都沒有為理 那在 所以說 這個通道的話 就是說 等於說 我們就這樣說 這一個行人它可以通過 那當然在這個通道的話 我們是 采取就是說 施工期間 就是沒有辦法 要折衝 就是說這邊可能 摩托車我們是 不要讓它通過這個 那我們是以文化圍圍切開 那對摩托車來講的話 從那個 老街廣場到建設街 其他摩托車都可以 有回船進出 然後 然後 緣環到最後文化路 黃貓城那個觀點 它也是可以進出 我們就大概是 緣環這邊切開 大概是說 那 就是說針對 為理論就是說 這一個的話 我們旁邊是留設三米五 那三米五這個的話 除了讓 商家前面 還是會有旅客 就是說 行者可以通過之外 他也可以衝作一個 緊急的 救護的一個 車輛的通行 就是說我們要搶這兩百公尺 大概是這個說的 好 那大家 管隊跟針對里長 以及那個 就是有做一個答覆 那我 我這邊補充一下 那個這里長關係的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老街的陸基部門啊 什麼以前陸水管 是不是有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 三到四年 是整個 二期的一個公期 那可是 前面第一年呢 其實不是基座有經驟 是剛剛講 是整理這些管線 包括以前的 陸水管可能是推管的 或者陸基部的那個 還有有些管線 我們要買 溢柱的那些 基座的地方 會有影響 那管線 會先做一個牽引 還有陸水管 會做整理 陸基一定OK 我們的溢柱的 那個基座板子會上去 這個請 離場放棄 那所以前面一年的時間 不是圍起來做 是去處理管線 先把它清空 橫空在 那個 經軌要 埋了一組板的位置 大概一米的位置 把它清空 所以這個時候 經軌還沒進來 是做管線處理 前面一年 而且是一段一段的管線去處理 所以不是老間圍起來 也不是說整個 因為影響 有可能是需要管線 看個別管線是什麼時間 有的是晚上 交通的離封時間去做 那這個是第一年管線 處理 那也處理陸基這個問題 所以施工的影響 不會那麼長 而且施工一段 最多是200公尺 200公尺做完再做下一段 即便捷運再做的時候 好不好 那10百也可以維持 離場關係 現在10百 我剛才一直講 做完以後 你原來的材質 在國外 古蹟之區 原來是什麼 做作業是什麼 只有買了兩個 鐵櫃在裡面 如果完工以後 人行道 離場的利益很好 我們家人行道 維持現在人行道 所以我剛才一直在強調 老街完整的時候 上面沒有加工線 所有的景象 都可以維持現在的景象 對 只有車子 在中間有軌道 車子久久會經過一半 好不好 就是維持大家希望 現在維持的這個 好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 阿副 沒有 現在在聽大家的意見 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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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有問題 我們先改答 說明 今天說明會就是雙向交流 阿副副局長 那個 上禮拜 我們開會了大概三個小時 那 終於把我們人權給正回來 也就是 人行道三米要改成兩米 阿我為了要爭取我們行人的權利 現在剛才已經報告說 潰氣兩公尺的人行道 恢復三公尺的人行步道 那麼另外一點就是淡水島街 它不是一個平面市 它是 兩邊比較高 中間六路 兩百零八號到兩百三十二號之間 西北雨瞬間下雨量如果超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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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